I choose all new I found myself falling for you 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前一陣子看到一位網友在IG留言說 能不能推出一集不要走路的行程 好,假設你現在在東京的飯店 那今天就不要出門吧,謝謝收看 好啦好啦,開玩笑的 我們來試試看能夠走少點路的行程吧 那我們先設定一下少走的定義吧 1.景點跟餐廳都在車站走了5分鐘左右 2.景點的面積不要太大 盡可能不要換車,利用同一條路線玩行程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叫做東京不翔走著橋吧 但行程還是以實用為主 所以並沒有挑戰步速的限制或縮減景點 要挑戰極限的話等委恩來再說吧 跟他挑戰東京跑著橋之類的 好啦,不廢話了,請看介紹吧 想要走路少一點的最好方式 就是找距離一大車站最近的飯店 比方說JR的MATS Hotel 基本上就直接蓋在車站旁邊 可以少走路也不容易迷路 那都講到MATS了 我們的行程就住秋月園的MATS飯店吧 這個飯店距離秋月園的店期間南口走路一分鐘就到了 是2019年年底開幕的 所以飯店的設施都還滿新的 房間很乾淨整潔 日本的早餐選擇比較少一點 為了避免花太多時間覓食 我們可以直接利用飯店二樓的JAPAN KITCHEN 說實在我原本沒有抱太大的期待 但這個飯店的早餐區域的裝潢 以及餐點的品質有讓我驚豔一下 他們所有的食材是直接從日本各地的農家購買來的 然後經過職人用心手做出來的料理 超乎我對一般商務旅館早餐的期待 那鮑伯也為了剛剛前十幾秒的內容 要特別入住這次飯店 那我們的堅持其實就是 如果我們去過什麼地方 我們都希望這些內容都自己體驗過 然後所拍出來的 所以再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內容 其實拍攝真的很辛苦 吃完早餐大概早上九點 我們先到JR車站買一日卷 為避免過多的轉車所浪費的走路時間 我們最好利用一到兩條路線即可 在秋月園的話我們就以三手線為主 我們首先第一站先搭乘三手線 坐十五分鐘的車到Komagome站 走六分鐘就可以到有三百年歷史的幼藝園 六藝園是東京都的都立庭園 由於是一個庭園面積並不會很大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園的三分之一 但園內可以觀賞的景觀非常多 構造簡單來說是在回遊式竹山泉水庭園 就是中間有個大池子 池子的中藥國小島跟橋 然後環繞的池子有步道跟甲山 沒有比這種景色更日式了吧 我們在六藝園大概待到十點左右離開 如果你是一個愛書的人 建議可以順道到六藝園旁邊的東洋文庫Museum 這個研究型圖書館增長了以亞洲為主的各國圖書 鮑勃參觀的時候正好展出大宇宙展 可以看到我好幾百年歷史的天文書籍 絕對讓蘇明們大飽眼福 圖書館本身小而精緻 不會像大英博物館一樣讓你逛到斷腿 就在博物館的裡面有一家氣氛很好的咖啡店 Orient Cafe 可以直接欣賞庭院以及博物館 當作下一站前歇腳的地方還真的很不錯 離開咖啡店十一點半左右 也是準備吃中餐的時候了 我們走路五分鐘回到Kumagome站 再次搭乘三首線 一站就可以到達潮鴨站 從潮鴨站走路大概三分鐘 就可以到達潮鴨地藏通商店街 潮鴨地藏通商店街充滿了夏婷的氣氛 整條商店街共有兩百個店鋪 由於一路上販賣很多盒果子 雜貨、食堂、紅到爆了服飾店 對的片段是維恩史上最強計畫三首線大富翁 但拍完已經一年了 我好像沒有看到成品 在這裡diss一下我的好夥伴維恩 總之呢 潮鴨又稱為老奶奶的元素 也是一個很適合體驗日本文化的地方 整條商店街長780公尺 大概是200公尺的草場走四圈 可能對某些人來說 這就已經是可以讓腿斷掉的長度 更別說是來回走了 沒關係藍鬼們 我們不會走完全程 我們要去了Tokiwa食堂在商店街的中間 距離車站400公尺 Tokiwa食堂的特色就是它的米 以及豬肉直接跟生產者購買進貨 然後也確保自己進貨的食材是當天處理 另外醬料也幾乎全是自家製的 雖然這家店並沒有特別使用什麼名貴的肉品 但由於細心跟用心的態度 對待料理完全反映在食物的美味上 讓這家店中午的時候總是高朋滿座 如果你吃飽飯想吃一點甜的話 我推薦一家豹冰店雪果 日本好吃的豹冰通常是著重在天然冰跟糖漿上 不用心製作的話真的還蠻難吃的 這也是包裹今年夏天吃的15家豹冰冰店的一點濁鹼 像這家冰店使用的冰是來自於富士山的天然冰 吃起來非常柔軟好入口 糖漿也是純手工製造 不添加任何低餅值的雜牌 另外店裡放了很多動漫的簽名 那是什麼原因不知道就不太清楚了 離開雪果之後我們走操場寶道不到兩圈 大約350公尺回到了潮壓車站 現在大約是下午兩點左右 今天早上好像都走知性路線 現在可能想要寫拼一下 我們坐車兩站來到池袋 池袋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百貨商場 基本上跟車站就是結合在一起的 有東五百貨、西五百貨、Lumine 跟Loft 逛街本身就是一個三角的行程 但百貨公司就在車站的話 可以將傷害降到最低 如果有特別想逛的品牌也可以事前查好樓層 就比較不會白走路 那戰略就由你們自己決定囉 從車站走路300公尺就是台灣人所熟知的無敵家 如果逛街逛那個段落 然後未還可以吃下東西的話可以試試看 通常下午的時候人會少一點 這家店的豚骨醬油拉麵以及叉燒其實還滿對鮑勃的味的 算是日本拉麵中滿道地的口感 如果第一次在日本吃拉麵的話 可以把這家當作入門款 離開池袋之後我們乘坐三手線15分鐘來到了社谷 那我們登高望遠看一下動物間的景色吧 那最棒又最方便的地方 就在車站旁邊的Xibia Sky 登上標高229公尺的頂樓 不被過多玻璃反光所限制景色 可以悠閒地漫步享受高處的空氣 到晚上的時候又跟白天有截然不同的感覺 這裡也是東橋最喜歡的觀景台 看完觀景台之後直接下樓就可以回到車站 還想逛街的話也可以留在這棟樓逛逛 然後找個晚餐吃 但如果沒有特別想逛街的話 那回飯店前帶大家去吃一家 包伯超推薦的牛排漢堡牌店 我們繼續坐三手線三站7分鐘 就可以到達五反田 到車站後走350公尺 就可以到這家百名店BITOS澤 這家店餐廳的牛肉 使用高級的黑毛和牛 但由於母公司本身就賣肉類了 所以可以壓低肉的價錢 並保證有一定的品質 牛排加上漢堡牌大概在5000日幣上下 蠻合理的 餐廳的廚師也經過訓練 將肉質的特色最大化發揮出來 這家店會進百名店真的不是假的 那吃完之後我們就上車回飯店 結束今天的行程吧 我們這次的行程雖然去的地點的確很多 但花在走路以及交通上的時間 比東一走橋以往的影片少得非常多 能夠在現有的時間內 晚上最精彩的行程 也是我們做影片最大的目的 那當然就像我們留言區常常講的 如果你覺得太多 那可以選擇山前不想去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太少的話 也可以增加想去的地方 畢竟來東京旅遊就是要讓自己玩得開心 喜歡走悠閒或走行軍行程的人 大有人在 很少有一個行程可以滿足各種需求的人 但就算只能幫到一些人 我跟委員也覺得做東橋也是非常值得了 那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